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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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比赛开始了 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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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米兰已经没有输球的余地了 必须全力以赴 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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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门 比较紧张 但是被门匠拒之门外 门匠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 立阳内尔梅西 造就了一次精彩的呼救 圣门质量很高 他很清楚门匠的位置 这个段球干净利落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刚是一脚直赛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这球不应该这么传 对方都给钉死了 打一脚 地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 果断解围化解险情 软眼间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 他过去了担当 他获得了盛门的空间 AC米兰又抢了回来 雷西 把球传了出去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杜尚塔迪奇 有机会打反击 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 防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内马尔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塔迪奇 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莱万多夫斯基 现在应该迅速右手转弓 内马尔达西尔瓦 棋防对手更是输不得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内马尔 门前失射 门奖又一次把守住了球门 要知道守门员的训练 比其他任何人都辛苦 所以才能在比赛中 有这样出色的表现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球队破坏出了危险局 还有埃尔南德斯 射向球门 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个啤酒 这下化解了陷阱 这下化解了陷阱 往前传 腾空化解了一次威胁 AC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 反击要来了 AC米兰再次得到脚球 大力射本 成功结尾 AC米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踢脚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呀 内马尔 有机会打吧 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就是射门太糟了 我想面对这样的传球 后防线难免会露出破绽 这个传球应该为他们敲响了警钟 对不起 杜尚塔迪奇出现把球碰坏出去 这个球踢得是又高又远呀 好机会他看到了空档 好机会 AC米兰 又一个小球 安德烈皮尔路 罚球这次也没有例外 透明的扑脚 他能起脚吗 显情德的化解 发动反击 叫球既是机会 也可能蕴藏危机呀 把击反击 帕特里克维埃拉 抢端的位置很合理啊 直升一击过顶球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杜尚塔迪奇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销魂的跑位 拦截更是销魂 球迷们看的那是魂飞魄散呀 哎呀 太销毁了 有机会塞过去 重神跃起 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 我想他在射门的那一瞬间 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 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一线之间 非常非常的微妙 哎 你仿佛可以听到 教练骑上的一声叹息啊 罗纳尔迪尼奥 漂亮的脚下功夫 吉利安姆巴佩可以攻门了 吉利安姆巴佩发现自己越位了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由于没能破门 相信双方教练是有很多内容 需要总结的 虽然没出现进球 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沉闷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 AC米兰显然在比赛中占据着优势 是的 我知道比分并没有被反映出这一点 但是如果他们记住 反归在进球内是个点球 获得了一次直接单挑门将的机会 这一球会激励他们的 机会就这样被他浪费掉了 措施这次机会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世纪的影响太大了 AC米兰在中场严密的协同防守 几乎遏制了所有的威胁球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 得出了一击传终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还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前面有队友在阻挥 机会出的拳球 吉米兮 他抬脚失胜 他的自信心爆棚了 最后球迷还是用掌声 肯定了他的表现 传片了 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反 罗纳尔迪尼奥 穆巴佩 罗纳尔迪尼奥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一次犀利的防守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没机会好球 他成功的将球破坏 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及格尔到零 想丁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 尼奥尔迪尔 在那个位置很难有所作为 他首先要做的是护驻拳 很好的跑位 看看队友能不能够 有头差到好处 吉米歇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 competition 优优独播剧场 战梵 Erst 现在是死球场上即将换人 主教练之前表示 他这次可能不得不在这个时间 做出果断的决定 果不其然 特奥埃尔丹德斯 大卫贝卡姆 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莱亚内尔 米西 金米西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为紧 据孔子的轮域记载 烂的传球不如不传 快攻得好机会 姆巴佩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杜尚塔迪奇 现在无人持球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快速向门前推进 A7 莱万多夫斯基 及时的抢断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看一看能不能传个反击 来万多夫斯基 他选择打开 双方都在追着个球 再试一次 球打进了球 这是很有机会绝杀对手 多么完美的进球时机 A7米兰 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 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 进行 3 3 4 2 4 5 5 1 3 8 3 5 6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等待开球的同时 教练员做出了换人的调整 如果他们想要取胜 就要改变策略 AC米兰 全离哈兰 瞧 进了 这球有了 双方再次打平 他们不打算缴械投降 胜利进球 让整个替补锡都兴奋起来 尽管教练明确告诉球员们 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他们需要做出大胆的决定 但不能失去纪律 他们使出了浑身卸出 也没能拦住他 本来以为后卫的站位 已经很理想了 不可能有打门的空间 居然还能起脚 真是给力 这次换人啊鼓舞士气 教练换人换得太棒了 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 带来一些改变 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为球队打进一球 这些人让比赛更具观赏性 我想现在这个 好机会 简情暂时解除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 更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波尼克罗斯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 好机会 菲利普迎扎结 难道这就是今天的大结局了吗 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 又绝对能够站出来打破僵局 好机会 毫无疑问犯规了啊 马佩 来万多夫斯基 什么 显得有些盲目 好 身体将球抢了回来 裁判结束了比赛 AC米兰尽管只拿到一场平局 但他们依然实现了自己升级的最终目标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蔡慧强 你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比赛 AC米兰 可能一直希望赢下一场强强对话 来正式